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超级英雄电影《美国英雄》 梅尔文是与众不同的 从小就拥有凭意念移动物体的超能力 但他却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和前期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失败后 他被禁止和孩子见面 没有孩子约束的他更是一蹶不振 整日花天酒地与大麻为伴 终于这天他差点把自己给玩死了 昏迷的他被送进了医院 经过这次的事情 他开始思考 是不是该利用自己的天赋走正道 得到了伙伴们的支持后 他开始借了以往的坏习惯 锻炼自己的超能力 并且暗中偷窥自己的儿子 这天梅尔文竟然看到一些毒贩 在纠缠自己的孩子 这他就不能忍了 于是他只身来到毒贩的老巢 利用超能力威胁他们 不准再接近自己的儿子 没想到毒贩直接报复他的兄弟 开枪打伤了他 这下梅尔文老婆孩子兄弟都没了 没有人支持的他再次开始堕落 继续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不死心的毒贩 仍然会在他必经的路上埋伏他 朝他开枪 幸好梅尔文有超能力 保护好了自己 兄弟听到这个情况 立马赶到了梅尔文身边 两兄弟病史前嫌 不过这次遭习也暴露了一个问题 梅尔文越使用自己的能力 就越受伤 事不宜迟他立刻前往毒钞 利用自己的超能力捣毁了他 积极向上出满阳光的梅尔文 不知道从哪里赚来了四千美元 以儿子的名义存进了银行 他带着这笔钱去找前妻 请求他给自己和儿子相见的机会 看到这样愿意履行父亲职责的梅尔文 前妻没有办法拒绝 梅尔文终于有了和孩子相处的机会 在亲情方面 无论你是超人还是普通人 都逃不开这深深的羁绊 整部电影与常规的超级英雄片不同 没有炫酷的特效 剧情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起伏 日常生活就是整部剧的流程 主要以梅尔文和基友的对话展开 场景也比较单一 基于影片日常生活的基调 所以电影整个色调也是非常的贴近生活 让人看得很舒服 不过这个电影不推荐无聊的时候看 整整一个小时都在铺垫梅尔文的人设 它是如何的堕落 再细情的色调都无法掩盖剧情的无聊 比较像一部普通人的传记电影 我认为是一部知道了主要剧情 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再去看原片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去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电影 下期见啦